今天呢要出席活動 那其實很多男生都不知道說 頭髮到底應該要怎麼做 這個其實你也不會用也沒關係 但是你只要懂得去把它夾一點小彎 那我們等一下去用 K-PARNI的升級版去抓的話呢 它就特別的堅挺 那之前我有介紹過的一些 K-PARNI的一些影片辦例嘛 那真的也非常強大 所以呢 現在出了升級版 一點點的去戰貨使用 那K-PARNI這一次的質地啊 它是比較沒有那麼乾色 那我一樣我會把它佈在髮根 為什麼因為它還是擁有 可以造型一整天的概念 那我的頭髮可以支撐一整天 你看有沒有看到 剛剛捲了一點點的彎 因為這樣的髮蠟 不過我沒有什麼抓 我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它就好了 所以我可以跟大家講說 K-PARNI新改版的有多強大 就是這麼厲害 當然K-PARNI它也可以用局部尾巴的 但是我今天穿的是正妝服裝 所以我希望我的線條再更明顯一點 我只要做K-PARNI CLASS的打底 滴滴打得好 頭髮這樣這個造型會來得很棒 用這個呢 天國法拉去做尾端 要幹嘛呢?你看喔 各位看好我的手法喔 這樣輕輕的在我的尾端去裝 你看喔 光澤線條感 這就是我要的感覺 然後抓這種造型呢 其實我覺得會有一種訣竅就是 你要有一點點不刻意 但是有一點刻意 那這種頭髮呢 其實不要讓它覺得太輕服感 我覺得也是這個抓造型最主要的 要強調的一個地方 這很重要 你看我今天花不到三分鐘 你會發現到我頭髮其實做造型 真的超級快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很多人會在網路上詢問我說 神掌我罵你的頭髮 到底這個是怎麼抓的 真是髮型 對髮你 用過髮拉 就這樣完成了